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恐怕的就是开始学习了 没有坚持下去 后来变得越来越懒 摩西奶奶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奶奶 她告诉我们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 一切都来得及 在她年轻的时候呢 她的愿望就是画画 可是生活在美国乡村里的人呢 并不懂得什么是艺术 和她说 你是一个农场的女孩 你的人生就是嫁给一个农场的小伙子 然后呢 养大一帮孩子 之后呢她确实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这样活着 可是到了七十岁的时候 她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想要完成自己的心愿 于是呢 在她七十八岁的时候 她完成了人生的第一幅画作 再来说一下第三句 第三句是 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 非学无以置疑 非问 无以广识 学与问呢 是相辅相成的 不学呢 就不会产生疑问 那不问呢 就不能增长知识 论语中也讲过 学而不思则往 学习呢 不思考是不好的 这就好像是机器一样 并没有灵魂和思想 因为在儒家看来呢 知识是一种力量没有错 但是思考呢 才是发动机 推着我们前进 其实呢 今天郁寒和大家分享的这三句话呢 都是围绕学习 给大家传递一些思想 学习呢 是一件正在进行的事情 没有早也没有晚 学习的灵魂呢 是要学会思考 学习不分早不分晚 只要是想学习 付出行动就可以 其实说白了呢 学习的门槛是很低的 高的是你能不能坚持下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关注转发收藏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